嗯 神神大伯 哎这这不是阿姨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 啊神大伯你来这里做生意吗 我家以前还好吧 我我要说就是这个你家出事的 上次有一群西夏兵忽然跑来咱们镇上 不由分说把你娘架走 听说这都是你惹的货 高老仗也为了救你一娘 被西夏兵打成重伤 你到底在外头做了些什么事 我没有做什么事啊 等等 莫非是赫兰铁韩汤 哎 你在外面惹这么货 我原始管不着 不过听到西夏童谣说你爹娘 想到速度带着 你为人侄女 应该自己知道做些什么吧 我会尽快 赶快合作一趟的 高老仗的伤势还好吧 这我不清楚 不过我出门前替你跟阿夫说 状况好像也很不妙 总而言之 你快回去看看吧 还有 自己做的是自己扛 可以把咱们合作的相机 都牵一点在内了 知道吗 我知道 我只听大药的行商说 你们去过了很久 没想到会在这遇到你 这下话带到了 我去忙我的事啦 是 好像开始切割了 夏侯大哥 你不要紧吧 一弟 现在不是慌张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先回你家来看看 咱们现实情况 从长记忆 你尽管放心 此事乃是因我而起 就算得殷子像的师兄求情 我一定会帮你救出殷尊令堂 是啊 别忘了咱们是伙伴 你的事情 就是咱们的事情 我家洗衣混了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大没有看过 习下铁卫军不过宣河的点 对咱们来说 也不会算什么 是啊 叫我大哥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定会帮你到底的 谢谢大家 我只是没想到 灰卫铁啊 竟然会用上这种手段 咱们走吧 希望 一切还不会太迟 下午大哥 你放心 伯伯伯伯 一定没事的 但愿如此 走 要从这里渡口往南岸去吗 是 好 就这样 这样都可以啊 好 好 这是 荒铁 赫兰铁韩大人之命 居然要放下侯以之母 诺儿爱惜双清性命 若还速作使他投降救紧 果然是他 这不是阿姨吗 杜伯伯伯不娘她 你这下闯不到祸大了 再怎么调皮捣蛋 也不能拿西夏军开玩笑啊 不是的是他们 唉 这说了也没用 杜婆婆 我家也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谢谢阿兵说要找张物 把里头放一段七八糟 高尔张跟塔姆过去 剩一把老骨头 就要阻止他们 也给打成重伤 他也只剩下一口气 他机场关于你 到底去哪里 你可以去看看他台词 我知道 我就去看他 杜婆婆 真是谢谢你的 这件事你就看怎么办吧 阿弥陀佛 哦 其此外你爹娘都平安无事 OK先重新倒 老丈 你没事吧 嗨 你早上回来了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的缘故 老丈才会 阿弥 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你是好孩子 这只能算你运气不好 招了那些凶手恶伤 老丈 我这里有些腰伤 欲弃了药碗 你先扶下一些看看 不用了阿弥 高老丈 高老丈 这只大线一刀 但没看到你 平安无事 终于咽不下这口气 我们转头下游银持的剑剑 是我年轻时使用的冰的 虽然在一战中 被对方的神兵所赏 但修好之后 应该还是被 视频不错的剑 你就拿去用吧 老丈 你先别说这些 阿弥 从下军手中 研究你爹娘 绝非已是 如果 这非你所人 那就忘了她吧 阿弥 好好地活下去 请找你的天地吧 老丈 老丈 没办法地照料你了 老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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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大哥 老丈 我不会让你就这样白死的 这笔紫禁剑 就是此仇之战 我不但要去诉说救出爹娘 还要抵赫兰提安的人头 到你的墓前拜祭 150 secured 老丈 蛤 谁每一次在那里大声吵嚷 诶 这不是阿姨吗 你几时回来的 丁大夫 告我让她 死了 是的 刚刚她老人家 很迟早明不了意思 我知道她熬不过这几天 反正他臨終前還見了你最後一面 想必是喊笑九泉了 話說回來阿姨 叫阿姨的事 你打算怎麼辦 我打算借助這些夥伴之力殺盡速走 把我天使救出來 哦 看不出來年紀小小 竟然有這等膽氣 也罷 你的事情我是管不著 不過 你此刻想必不太方便 高勞戰的喪事 就交給我來辦好了 謝謝怡大夫 不用客氣 哦 我這回有點去忙去了 你們自己請便吧 要營救點良 報告羅照的仇 絕非意識 到時候還請大家做我一臂之力 咱們走吧 嗯 老丈 請好好安息吧 下午大哥 不好了 不好了 夠了阿姨 全這人都知道我家裡大大不好 你就不要再那麼起勁了 下午大哥 我說我不是這個 阿琳他不見了 阿琳 他失蹤了 阿姨 你知道這怎麼一回事嗎 下午大哥 就在西亞進來超你家之後不久 正常會來一個 刑機詭異老太婆 他說他路過我們這裡 想借個地方休息 他在正常到處東瞄西看 一看都知道他打什麼壞主意 那時大家怕刺 也不能搭理他 結果到天黑之時 他就自己離開了 然後阿琳也跟著失蹤了 不過是下午大哥 一猜就中 等大家發現這件事時 那老太婆早就去得遠了 我這才想起 那老太婆向別人問過彩 色的食指 好像是阿姨前線這次撿到了彈珠 他說他後來把食指給你 對吧 沒錯 這彈珠現在在我這裡 可是 那老太婆為何 為了這彈珠拐走阿琳 這是為什麼 這大概只有那老太婆才知道 不過下午大哥 既然是你桌下阿琳的彈珠 那你就責任去把他救回來 你一下神功廣大 這應該是擋不倒你的 咦 阿琪 你什麼時候時候 開始講話這麼大人一樣 不過阿琳的事會盡力處理 你可知道那老太婆 最後向他也去了 那天黑黑的很快 那老太婆一下子就不見人意 我也記得他最後是朝東北方而去 東北 是朝南州而去嗎 反正他要找的彈珠彈珠在我身上 只要我在那裡帶多加彈徨 就算我不找他 他大概也會自己找上我 阿琪 這件事叫給我來辦吧 你在鎮上什麼都沒說 免得大家又起恐慌 知道嗎 我知道啦 下午大哥 你一定要把阿琳救回來哦 他答應過我 找他後來當我的新娘子的 你找人小鬼大了 現在談這種事還嫌太早 你就趕快在這裡 等我把阿琳救回來吧 蘭州城的這個瑕疵 化身一個人 連老婆婆 吃成個蘭州城附近出沒 連老婆婆 這位前輩 我妹妹有朋友被為老婆婆誘拐失蹤 因你以後話聽的 應該是這妖魔所聞 有關這妖魔的樣貌吸吸 可能翔嬌警告 竟有此事 不知公子的朋友 是在何樹被改變的 是在蘭州西藏方的合作陣 合作陣 這倒巧了 在後最初就在合作陣外 遇到那妖魔的 只是那妖魔不知 如何得到邪 邪道法寶血靈神珠 讓在下傷透了腦筋 最後在下不得已動用 絲門治保 這才打落了他手上的神珠 但那妖魔到底機靈 一隻神珠就立死逃走 我一路追蹤他到蘭州來 最後射他的蹤跡 聽你這麼說 那妖靈之後 曾經回到合作陣 或許去找什麼東西吧 他要找的 會不會是阿靈 撿到的彩色彩石彈珠 這位公子 如果你要去搜找那妖魔的話 不妨挑天黑之後 在蘭州城附近 路上碰碰運氣 出事的人都是 在那裡遇到蘭海婆了 不過他雖然是血靈神珠 依然是十分難產 公子 你可千萬別大意 多些前輩之言 舉起小事 公子就不去介意 那就祝你好運了 好 阿靈 我早上找到你了 可從那老太婆身邊逃開 他是要害你的妖怪 不 不會啊 高奶奶對我很好 他稱讚我是個 乖孩子 阿靈的眼神不得盡 莫非是中了什麼明星邪術 有你 快點喊得迷惩之中 不然修怪我對你不客氣 看來你什麼都知道了 那我就不用多說了 快把這小鬼捡去的 血靈神珠還給我 不然 我先宰這小鬼 然後再收拾你們一夥 血靈神珠 就是這顏色亂七八糟的小石頭嗎 看起來半點都名不許死啊 小子少跟我裝傻 那這血靈神珠沒錯 那天我打到八百只人沒 被他自以為是臭小石所惜 為了抵擋他那一起 耗盡著神珠裡積存的邪氣 神珠才變成那樣 不和你囉嗦 快把神珠交給我 不然在這活小鬼 你可變成死小鬼 看他阿靈的心靈要寫 這下該如何是好 絕 哎 給他 別亂來 我把神珠給你就是了 笨蛋 多謝你啦 總統把神珠拿回來了 等我多吸幾個倒霉鬼的血跡 捕捉元氣之後 再回去找那臭小石算帳 嘿嘿嘿 就從你們開始吧 區區的化蛇 露出原形了 哼 來吧 給了之後再殺他 然後再搶回來 很強嗎 好弱死 好弱 露很歪 怎麼會這樣 為了險尼審住自地保護 竟然還會輸在你們所下 我不相信 好致死不認輸的水腰 這下 總算不能再為二了吧 總要身上掉下了什麼東西 血淋神珠 哦 終於變成血淋神珠了 這血紅色的珠子 應該就是血淋神珠真正的模樣 我把神珠交去試試 並沒想到結果會是如此 這算是意外的收穫吧 嗯 雖然阿尼眼神依舊無神 但已經沒有剛才的迷亂 想吃蛇藥死後 迷神邪法跟著解了 我就是大家回合周休息吧 後來一分功夫 總要把阿尼解救回來了 雖然他清醒後 一點都不記得發生什麼事 不過看來因爲大愛 這件事就這樣告一段落了 哎我可以回家是不是 我原來可以回家 我還以為不能回家 哦機器打開了機器打開了 還好我有回來 還好劇情有帶回來 我比他也不能用了 我先看一下那個血泥神珠 那怎樣 等這樣 這樣一片好亂哦天啊 地窖 地窖應該沒東西吧 哎呦有東西 一件一件發黃的鷹鵝牆寶 就是當年爹娘撿到我時 又能包著我的東西吧 爹娘把他伸藏在上鎖的地窖裡 小迷是捨不得把他丟掉 卻又不想讓我看到 其實 就算我知道自己並非他們所出 我一樣會把他當作我親生父母看待啊 OK大概都是這個劇情而已 OK OK 沒東西 哎還有還有 巨人閃 OK 長那麼細 好應該沒了 沒了 走吧 對不給的話就是不會有 真正的血泥神珠出來 所以要給他 這樣之後才會變成定魂珠吧 寫成神珠好像是之後的定魂珠 好我們現在要去甘州城啦 好各位我們來到 這是哪裡 甘州的鐵匠部 咦 那我沒看錯 少小要上這瓶 寶劍內域 險非俗物 可借在下一賭 只拿長輩的遺物 在他連期事前 不知其正義之處 他請尊凶不令指教 嗯 這瓶紫禁劍然是橋下鎖住 本是一瓶罕有的好劍 只可惜換成這樣 大概已經不能用 真是可惜 等等夥伴 你們唐老爺子不是懂得如何 斷打紫禁嗎 唉 就算他會 怎麼這 這回不肯動手了 這場唐老爺子兒子被抓進牢裡之後 他一個月才打一柄劍 聲音都快做不下去了 這可難講 說不定他見了這稀罕紫禁之後 精神就會來了 要談的話 你們自己還要談去 他就在後面的大鐵房裡 聽到了嗎 好好說話哦 說不定唐老爺子會變半瓶修 被辜負這一柄 這一柄 這一柄好見 小子 老夫子已經沒線性打鐵 再拿多雷銀子來也沒用 出去出去 唐老前輩 王妹不敢勞前輩動手 只是想拿這名紫禁劍來牽領看看 紫禁劍 讓我們看看 好見 這名劍令老夫收養不已 只是要修這名劍 許得將劍身燒至紅熱之後 重新展銀波段 翻了不許垂口裂縫 可是至今這玩意 難容易了 重鑄此劍要連打三天三夜 除非有兒子幫忙 或是老夫也是有心無力 唉 如果阿童在的話就好了 到了前輩 之前聽到 許多人提到你公子的事 雖然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但如果幫得上哪忙的話 我們必定會盡力而為 幫忙 這個說來容易 就看你們有沒有敢去幹 之前鐵衛軍統領後兩鐵漢一高架 要老夫替他的鐵衛軍打到兵器 老夫很厭惡這個欺凌 魚肉漢人百姓的尖土 當下異口的迴絕 沒想到他料得我不答應之後 竟然暗定監禁 捏造細骨叫我兒子定罪 然後把他關機大豪之中 藉此要挾我幫他打造兵器 又是赫蘭鐵漢 這個惡盾 到底害過多少人 自從西夏拿下河西四巨以來 鐵衛軍橫抱貪婪 貪戀 又誰不知 如今我兒子被他關在樹中 鐵衛軍石塔底下的牢裡 老夫要的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他平安救回 別墅一柄紙巾剪 十柄我都熟 說了錯巧 王妹教授也受到赫蘭鐵漢之害 他說要將我爹臉 貫在樹州石塔之中 相比與前輩的公子同在一處 王妹本就打算前進去營救父母 說到營救團前輩公子 知識覺悟問題 不過樹州是鐵衛軍的大本營 所謂極起森嚴 我們被苦師傳入之法無策 否則早就動手了 有這種事 待會我想想 有了 最近老夫者有一批貨 要送到鐵衛軍石塔去 可以在木箱底下下個加成 讓你們躲在底下混進去 鐵衛軍現場打敗仗 根本有沒有那麼多兵器 毒瓣是囤積在倉庫裡 留他 他的姦王之友 如果你們能借此混進石塔 毒瓣就有機會闖進地牢救人 真的 竟然如此 此次就拜託團前輩安排了 此間還有一件難事 這疑惑是拖在兩周城 進行託馬雜獲的 簡二老闆派車運送 如果你們有貨物 潛入之事被發現 怎麽他也會受到連累 你們不妨求他看看 如果他願意幫忙 咱們就這麽辦 原來如此 話說簡二老闆和我們有些交情 我就去求他看看 團前輩 咱們待會見 等等 那麽紫金鍵交給我吧 既然我們真的有些幫忙 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不是小俠啊 你如何稱呼 在下下侯儀 這個就麻煩談前輩了 小侯公子 小偶一點點事交給老夫 你們這個快去吧 老夫 在此敬後你們嘉義 好 好 我們現在到兩周 兩周城的簡二老闆這邊 那我們今天這集先到這邊好了 那 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結果追蹤我IG跟FB 還有Twitch 那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掰掰